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周六礼拜拜休息了三天 今天星期二了 31号 10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好开心 因为明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月了 跟随我的朋友知道 我10月份是一个他妈的垃圾 交易的很差 然后大的趋势都没有抓到 一大堆止损 然后我就选择用三天的时间 重新调整心态再出发 一个一年下来 其实我也差不多三到四个月都是亏损的 然后也很少连续两个月亏损 所以希望十月份做的不好 但十月份会大大来个反击 把那些骗走我的亲的人 惩罚一遍 就是靠实力来把这个钱赚回来 所以休息了三天 布下答案真的心情调整的挺好的 然后重新再看市场 可能总体的感觉就觉得 这次的事物应该比较清晰了 不然上个礼拜真的那感觉就是 一直急着要把我退位的钱赚回来 一直下一直下 结果就有时候过度下了几个 你下来又没有耐心 又开又关又关又开又关 然后我觉得 哇这些小小的这些亏损 加在一起其实是蛮大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就是感觉是 自己有点崩溃了 所以还是告诉自己 三天的休息什么都不看 我连打开户表都没有打开真的 然后今天回来看用了差不多十分钟 先瞄一瞄了整个市场 所以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对于十月份的行情 不要不多说我开始了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total total就是上一期就讲到 他走了一个113的鲨鱼 然后一般这个113鲨鱼走完 他可能会去完成一个50才真正的起飞 所以如果total真的是与我的预测 以形态的走势来走的话 如果走一个bc颜色下来50的话 可能他可能有一个10%多的一个潜在跌幅 跌完了是不是熊市还不是 还算是个牛市的 为什么因为低高新低新高 这可能是个新低 还是一个健康的趋势 只是需要一点调整 你在这个level接多的话 你感觉晚上会睡的比较好一点 所以真的希望total总体整个bcs总市值 来一个调整下来 调完了再继续上涨 希望有 但没有的话也不可去抢求 OK 然后第二个我要看一下的是USDT 这个挺好的 这个是哪一位兄弟 在那个twitter上跟我分享的 这个是用来看那个USDT的走势的 USDT涨币就跌 USD跌币就涨一般是这样 除非是特殊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 其实他跟total也是反过来的 现在我看到的就是他在这个6.7%这里 可能一个底 两个底 所以是不是趋势会反弹 我也不知道 但我希望看到什么 这个我能说吧 我希望看到他真的是 来一个反弹 来到一些曲线阻力 如果他来到这里的话 那很多可能比特币他反对来到一些支撑 那我们可以高空或者低去接多 OK 所以他有可能直接打破吗 也是有可能 但我希望看到的是他再来一个小反弹吧 用几天来一个反弹 然后来到一个阻力 我们高空USDT也就是低接 那个以太坊比特币或者一些山寨币 OK 所以USDT也是值得关注的 来比特币 还在这里 其实三天不在 不看市场 其实也没有错过多少 其实这边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会 这个是 拉伸 横盘 骑行类似的 继续上涨 继续突破吗 还是会下来弹一弹先 希望看到什么 希望看到他真的回来弹这个支撑 你看这个支撑 测试一次 两次 三次 所以希望他真的来一波小反弹 来这边洗一下前滴 希望能够洗到 希望看到是山寨跌比较多吧 然后比特币这些不要跌太多 不要不要跌太多 然后下来洗一下这个level 这个level是33,000左右 洗一下马上回来 啊这边接多 我觉得那个舒服多了 这种高空你追那个突破的话 你晚上真的睡不好 你进场你会很着急 你会想哎呀他妈的 早知道等着更好的价格 所以如果等这个level 我觉得是如果你还是多均的话 这个level是很值得等的 33,300左右 OK 以太坊 这个跟那个很像 就是 这边好像有一个双顶 然后它有背离脚 那这里我不懂 它是不是走一个形态后会调整 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X ABCD上去 我再猜想以太坊 这一次只要不要突破1866的话 那就是挺健康的 可能走一个蝙蝠后 1850 可能来一个调整 可是这个以太坊 它的调整真的是比较深 我不懂会有什么新闻 比起比特币的话 这个如果真的调整的话很夸张 真的回归去现在才是我真的要的 从这边再去接它上去第二波 不懂会不会发生 但初步就是看这个蝙蝠先吧 看1850能不能突破 突破了整个形态失败继续上涨 暂时我对这个以太坊是没有什么动作的 可以XRP非了 也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 做空是打地鼠嘛 做多不懂是打什么鬼啊 打蚂蚁啊 不知道 反正就是上涨的时候不要追下来 第一波你接不到的 第二波你可以接 第三波你可以接 如果你接到第三波的话 55到578也是一个不错的利润了 然后现在这个level 如果你还是多均的话 你要去追的话 这个level我不建议 你等到横盘一下 横到去线支撑再考虑吧 OK 但我不排除啊 我不排除 真的会可能走一个大形态 才继续的上涨 如果这个是XAB 这个是C的话 那它下来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你妈很小心 如果这条趋势线打破了 那可能真的是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蝙蝠 才会继续上涨了 以太坊也一样 很多币也一样 会不会发生 我也不知道 但真的发生的话 我会在五毛钱以下去接多这个SRP OK 只要趋势线不破 继续在那个支撑阶多 破了 那可能就是完成这个大形态的一个可能性吧 会挺高的 OK OK MAS MAS早上下破这个趋势线 马上反弹 MAS我觉得 这个还没有拉到顶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会继续的拉盘的 所以那些多军你们要玩的话 MAS 可能你们可以考虑 这个可能是走一个很大很大的蝙蝠 不知道 用这个小的先看吧 OK 这个如果是X 这个是A 这个是B C的话 那上去886的话 3.44 还有一些空间的 OK 要MAS的话 要做多的话 这个是可能你可以考虑的之一吧 但我自己暂时不考虑 ADA也是飞到很猛 那天有一个黑粉就讲 你们这些垃圾空到你们吐血 其实趋势是这样 没有永远的趋势嘛 你可以说做空 笨蛋 其实每段时间就是做不一样的趋势 都给人赚钱的 然后这一波就是一直做空的嘛 然后到了这里 它这个下降趋势线突破了 那你就转方向嘛 就这么简单 你昨天吃饭 今天一定要吃饭吗 你昨天吃面一定要吃面吗 很奇怪的 今天很奇怪的 就是好像我只能做空 我不能做多 好像我做多就是我有问题 做空是 我不懂你们这个什么想法了 就是改变思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改变思路就是我已经爆仓了 你们的理论 你们的逻辑是想很奇怪 不要给你们理论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头脑有问题 反正我休息了三天 我头脑比较正常了 所以跟你们讲讲一些废话 OK 这个ADA 这个底部很强 可以测试了好多好多回 终于拉盘了 然后这一波可以拉到多少我也不敢想太远 我们先看看一些去线阻力吧 这个也破了 所以如果以形态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X A B的话是618嘛 这一波上去应该走一个加特利波 ADA我觉得还没有拉完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还有空间 OK 等下把这个 拉上来 可以上去7864095 这边可能会完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加特利 这个可能还没有走完 所以不要急着去空它 很大很大的加特利 好了最后是安哥了 BMB这个也是拉到挺猛的 可以拉盘了 横盘拉盘了 然后现在怎么看呢 现在我觉得它是走一个大蝙蝠 大蝙蝠是蝙蝠不是大蝙 OK XAB上去 这个 搭下来 还是有空间上涨的 1618结合886的level在255 现在228 只是今天目前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希望它可以回踩一些支撑 我们再去接 支撑怎么回踩 我们看一下一小时画一些线 希望这些线都还是合格的 所以买越靠近这些线的话 你的那个风险越低了 只能这么说 越多线连越好 OK 所以要接BMB的 希望下几天 它真的来一些调整 回到220以下吧 这里去接多 觉得是不错的BMB 好啦 最后两个看一下股指 上阵完成了一个蝙蝠 这个算是4小时的蝙蝠 OK 完成了 如果在这里买的话 2950真的反弹了 这一波我觉得 这个反弹 我不懂会不会直线上涨 或者会来一个双底 我都觉得有可能 来到这个阻力的时候 就要记得止盈出场了 上阵 OK 317多 标普 很多人说什么 已经熊市了 惨了 完蛋了 死定了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只要这条线不破的话 哎呦呦 错了 这条线不破的话 我觉得牛市还是在的 这个底你连一下 2020年这个是疫情的底 连一下这个去年的底 10月的底 那现在又要回到这个level 所以你看到财报 很多财报 财报数据很漂亮 可是市场还在跌 这个我觉得一般就是那些操控者 要把那些不能够忍的人 胸部 把他们摇一摇 把他们摇掉 给他们下车 下完车 他们上他们在拉伸的那个 可能那个轻重比较轻一点 所以我觉得到底有没有 这差那么多一点点 可能标普来到4060 4050到65左右 这里应该是底了 这里反弹的话不要下刀 我觉得还不是熊市 好啦就说到这了 那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